星巴士暗期清過現在開始到三月十七英文 這段期間只要拿到電子票證出一張路牌都可以免費坐車 正式英文之後一段票價是20元上關15元 另外配合清過通車 這三公車在七英文期間也是免費 正式英文之後票價比早四庫公車 安慶勤體在二月十號正式通車 開始為期一個月四英文 到三月十二合遺跡拿電子票證出車站路牌都可以免費坐 至英文的營業時間自早上的10點到阿波的6點 期間都是專程車 班期是10分鐘到時的依人流的責借來進行隨時的調整 相比的班期也差6分鐘 星巴士這文公司標示 正式英文之後每一天的英文時間是早上6點至晚上12點 票價比較淡海近日 採用推展式的費率 一段的票價是20元 上關25元 為了要回饋十多的利客 也推出上期的回饋金的價位 坐完200元就能回饋50元 兩位在班期的部分 本作客室三星站至到14點站 專程車採用的時間是21分鐘 卡拉紅空站至到14點站的庫間車採用的時間是9分鐘 兩種模式消他 卡拉紅空站至到14點站 暫風時間班期平均是7點5分鐘 離風時間平均15分鐘 無消他要開這箱車到K5經文科技大學站 暫風的時間班期是17至15分鐘 離風平均15分鐘 同樣配合安家勤體的通車 新北市交通局也幾月後 勾到很爽的公車路線 在7英文的期間 同樣可以免費來賊 正式英文以後 會比較市区公車的票價 除了安家勒散採購定的班廚 其他路線賓相力 尖風15分鐘 離風和咖哩是30分鐘一班 最小公車的動態主信 民眾可以蓋在大台北公車的網站查順 記者檔修檔先點不得